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要转变了吗 因为这两天大家在讲说 赖清德不是这样子标骂将官 还摔东西这件事情 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完全展露出来 那个就是我们印象中的赖清德 但是绿营的委员却讲说 没有喔 这不是他的行事风格 林楚音这样子讲 说总统不是爱白谱的人 认识赖清德都知道 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这到底只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 林楚音在拍马屁 第二种就是林楚音 根本就不了解赖清德 因为我们认识的赖清德 都不是这个样子 但林楚音是不是要擦脂抹粉 就说他不是激情演出的演员 他是性格沉稳的政治人物 从政多年来 鲜少出现暴走行径 这个鲜少 为什么我们常常看到呢 我们来看一看 你平时吗 你平时吗 我捏我 她在地面做 你平时吗 你卻在地面做 你平时吗 你卻在地面做 你卻在地面做 我想给你弄我这个 你卻在罢子 你卻在罢子 你在罢子 都在槽子 你卻在罢子 你卻在罢子 人民是主人 人民可以叫官員跪著嗎 我們有叫你跪著嗎 我們跪在你面前 你講講看 公古是服務名狀 不代表我要跪著 你跪著嗎 那是主人的那些跪在你面前 我請他們坐著站起來 我請他們坐著 可是你卻叫他們跪著 可是你跪在你面前 你也跪著 其實我一直想問你 你覺得我是什麼樣的人 你比我想像的更快害怕 對 蔡英文的神助解 比想像中國比較壞 這才是真正的賴清德 不論是面對到這一個 國民黨就是不同政黨的人 這樣子爆出口他擦的 或者是遇到了這學生 人民跪在他面前就說 為什麼我們官員要跪在你面前呢 為什麼我們要跪你人民呢 其實這個賴清德 恐怕這才是他真正的面貌 林楚穎要試著多了解 是不是也反映出來 賴清德上任四個月 就顯得很焦躁 邱太元也報說 賴清德罵環境部長 然後結果彭启明還證實說 總統有關心 就好像把苦往肚子裡吞下去了 怎麼這樣子 好像處處都這樣呈現出來 賴清德就上任四個月 還不到一年 已經這樣子處處會 這個脾氣壓不住 處處要暴走了嗎 那我們來看看 他對內也開戰 是不是對外也開戰 這個火爆性格完全藏不住 對內開戰是怎麼講 現在大法官難慘 他說潘孟安現在嫌命 就是賴清德叫他去找 這個韓國瑜來拜會一下 七位大法官十月底要卸任 賴清德提名的新任大法官人選 遭到在野黨炮轟酬庸 所以他就說 潘孟安好兄弟 趕快去處理一下 去拜會一下韓國瑜 希望朝野能夠支持 可是很奇怪 這個之前韓國瑜要的人 是你們卡了半天 遇到韓國瑜就卡 然後你的人事案 別人都得要同意 那軟土深掘 人家的感受就是這樣子 人事案執行長 已經從爐葉中 現在已經讓步了 也展現了誠意 你現在還變成你的人選 別人通通都得要同意 再來這個院記之間的協調 為什麼是需要韓院長呢 行政院跟立法院之間 如果有矛盾的話 出來協調的應該是 你賴總統要展現高度 憲法也賦予總統 有這樣願祭協調紛爭的 這種職權 那現在賴主席或是賴總統 該怎麼稱呼你都行 那你應該要發揮這樣協調 或是這個督促的功能 那怎麼反倒是說 讓這個行政院跟這個立法院之間 這樣去協調一下 感覺你是這個越黑寒 越凸顯這個賴清德火爆 為什麼呢 是不是骨子裡面 看不起韓國瑜 覺得你的身分比韓國瑜高 那你既然認為你的韓國瑜 身分不如你 你才有這樣的一個尊貴的高度 那是不是更應該由你來做 這個院記之間的協調呢 所以我們看到林傳媒今天下了一個註解 就是這賴清德的戰鬥路線就確立了 從現在目前看起來 這個民進黨傾向不釋現 不從邊預算 而是採取核戰兩手的策略 是沒有妥協空間的 一方面俯願持續 這個表面上面要這樣假裝一下嘛 理性溝通 另外一方面由黨發起這種加強論述 訴諸民意 就是藍白啊 這跟人民為敵啊 這樣的聲音不斷在釋放 所以黨內人士有講說 目前在野黨地方跟中央不同調 因此未來會加強論述 透過地方包圍中央的策略 來逐步化解在野黨的攻勢 以其能夠在這個總預算 早日進入實質審查 所以這個戰鬥路線 就是其實反映出來 賴清德對內就是這樣子 我跟你站到底 我不會跟你妥協 因為像蔡英文講的 他比想像中更兇 那對外同樣也是啊 對外是怎麼樣的一個戰法呢 當然也是從裡面 國內就是來找戰犯 比方說什麼呢 反正我給你貼個標籤 這個八方雲集是 親中賣國的企業 呼籲愛台灣的人都要 抵制八方雲集 就開始有綠營在瘋傳 就說八方雲集 是支持兩岸一家親 還有這個單體 梁舍漢排國 都是旗下的 以後會拒絕消費 結果後來才發現到說 歐歐歐歐歐歐 這個我沒有查到確實訊息 對八方雲集造成困擾 但是問題是 這樣的訊息已經傳出去了 那綠營現在就是在內部找敵人嘛 還有呢 這個駐外外館呢 也出現戰狼小編喔 那你看喔 他就是 不斷的出現 這個我們駐加拿大的辦事處臉書喔 好像變成了反中大本營 天天出現這個反中的言論 說中國是加拿大最大威脅啊 還有呢 什麼中國展開集體威懾行動啊 處處要保持警惕啊 這樣的一個外交 是一個合乎外交的思維嗎 那你看這個林佳龍身為外交部長 跟這個十國的外媒見面的時候講說 中俄是邪惡軸心啊 這樣的一番話登上了以色列媒體的頭版 那結果呢 我們對於邪惡軸心 你的做法是什麼呢 這個大陸取消了34項台灣農產品免稅 然後結果我們自己喊說 不會放棄 中國大陸的市場 你不是叫人家邪惡軸心嗎 那俄羅斯的天然氣 你也繼續再買喔 還會持續購入 這個化石燃料 人家就講說 你根本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邪惡軸心耶 你們罵成什麼樣子 然後結果咧 我們就跟邪惡軸心 繼續做生意嗎 你不是好笑嗎 民進黨真的 腦子清楚一點 我們來問一下鄭老師 賴清德在總統府 面對軍方這個進階的時候 到底有沒有這個事情 其實新聞傳出來的時候 這兩天 你來自於國防部什麼之類的 都是輕描淡寫 沒有很強而有力的否定 說絕對沒有這回事 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沒有這件事情 被講成那樣 他們的態度會這麼軟嗎 但又不能夠完全否認 但又不能夠承認 所以你觀看他出來那個辯解 就是很無力 很蒼白 那怎麼還會票出一個林楚音 那林楚音 我看他講話這三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沒有這回事情 這不可能的 而且這個時候說消息來源 裡面有個女性 女性就那個失意 那不是害死這個人嗎 他用這個東西來否認 我這真的也很無力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就算有這種疑解有點虧 這個有點舒適的話 那就是講講糾正他而已 那你不是等於間接承認說有嗎 然後他重點要講的第三部分說 你不可能 就這個是摔公文或者摔到地上 他說不可能有這個事情 但重點他才講 說按照對賴清德的理解 他的性格不是這樣的人 不會擺譜 不會大怒 不會暴走 林楚音這一些發言 我是覺得說兩個 一個是越描黑 一個是越描越臭 賴清德不是你講的那樣 那難道是什麼樣 大家都看得到 台南前面站起來 女人就叫這樣 那不就是他嗎 他就喜歡耍威風 擺譜 展現他的權威 你看他每天崩的臉 就算有些笑容也是假的 這個人性格本來就是傲慢 臭屁 他就是喜歡耍權威 那這剛剛前面也這麼多紀錄 你林楚音是小白兔子 你是不知道 所以你如果是奉命出來辯解 你也材料準備好一點 如果你是主動跳出來拍馬屁 那你就越描越黑 同時你自己也越描越臭 你一方面對賴清德沒有幫助 一方面把自己扮演得更糟糕 我說這個搞什麼鬼了 今天在講賴清德 除了講他個性之外 其實如果那個場合如果有 關鍵我認為一部分是 他坐上了這個位置 他就不穩 樣樣不穩 那特別有意思是面對軍方 他更要展現 你說他過去自己有什麼多大的功德好了 有立什麼大功 術什麼大德 今天我們陳秋菊去那邊 那他肅然起敬 有社會聲望 你賴清德就不過是個政客 所以他自己心虛 那你面對軍方 他多厲害 我都不曉得他兵怎麼當的 說不定到時候就是 他學醫生了 他自己心虛 那面對軍方 他越要展現到強耳力 可以鎮住他們 他故意把 借機就下馬灰 小事故意把他弄大 然後你們看看 我是誰 這我認為是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再講一遍 你這個否認就本身很乏力 第二個 你這個幫他辯解的理由就很蒼白 然後你越描越黑 越搞越臭 林楚英這樣一個角色 經常是跳出來扮演 用他女性的部分 然後掩護 然後好像幫忙在 這種沒有人要幹的角色 我再換一遍 林楚英過去說真的 忽然間冒出來 就搞到立委 連任 何德何能 不過透過關係 所以這種人也是特別會去扮演這種 擦脂抹粉 擦屁股 掩護 拍馬 這種骯髒角色 他就樂於承擔 所以我剛剛講 賴清德被他越描就越黑 此地無雲三百兩 然後他自己扮演這個角色 越搞越臭 為什麼要浪費我們的時間在這上面 今天國家大政有多少事情要弄 你的愛清德 你今天如果真有本事 想出一些有創意的點子 比如說你今天找那個 童子閒在搞那玩意 如果那真是你的政策 你就好好用功出來大談特談 蛇變群雄 然後把那個政策改變 這才是你的本事 你那種要轉彎 派別人在那邊打尖鋒 敲鞭骨 幫你散散鋒 然後這點擺譜 耍威風 肅權威 那又要找人出來幫你擦屁股 執政很多重要要事做 不要浪費時間在這上面 好 來請教淑慧 我想第一個 林楚穎過去跟賴清德可能不太熟 因為一個台南 一個台北 而且兩個不同派系 一個新潮流 一個永遠會 所以他這個時候跳出來 總統府發言人應該要跳出來 新潮流的人應該跳出來 我不知道林楚穎跳出來講這一些 他到底有什麼利基點 他說賴清德不是一個激情演出的演員 沒有錯 這不是他的激情演出 這是他的常態演出 賴清德就是這麼派的一個人 他就是會罵這個罵那個 所以他們那一天沒有激情演出 這就是常態演出 第二 他說他是個性格沉穩的政治人物 改一個字比較正確 他是個性格陰沉的政治人物 改這樣比較正確 他在從政路上有沒有暴走的行徑 有 從台灣民主化以來 唯一一個縣市首長 敢長時間拒絕進議會 接受民主的監督 這還不夠暴走 不要說什麼 阿扁也不敢 陳菊也不敢 全台灣的民進黨這麼多縣市首長 都橫行霸道 全景一時 但沒有人敢像賴清德一樣 老子不進議會了 你咬我 沒有人敢這樣做 所以你說賴清德有沒有暴走 當年就暴走給你看了 還一暴走就暴走好幾天了 暴走一整個會期 所以今天賴清德為什麼會在一個這樣子的場合 人家那是一個將領噤聲 本來是一個比較喜慶的場合 整個媒體報導是這樣 先跟觀眾講一下 就是據說是前面先有一位工作人員 先跟這些將領講說 等一下你們不用站起來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輕鬆的場合 大家坐著就好 所以將領都這樣子坐好 政經為座在等總統 然後人家是因為你們總統府先交代了 說總統進來大家也不敢站起來 要不然公務人員是一定會站起來的 即便我們去開始協調會 公務人員一定會馬上站起來 我們都要馬上說不用請坐 所以對將領來說 怎麼可能集體大惡跳著二郎腿說 總統你來了 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事先有人交代 所以將領們就按照總統府的指示 政經為座的等總統 然後賴清德為什麼會講這種 像小孩子講的話說 我三軍統帥你們看得我不用站起來 講這種話只出現 第一個要嘛就是愛白譜 第二個有一點自卑感 為什麼 他相較於蔡英文 不管是得票數 民調支持度 內部掌控度 通通不足 所以面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一個領導統御者 他愛領住要面子 時時刻刻覺得人家是不是看不起他 一看到說你們這些將領 我是三軍統帥 看到我居然不站起來 過去一些潛藏在心裡面的自卑感 就冒出來了 所以就開始飆罵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愛白譜 還是有一點自卑感 可是不管怎麼樣講出這種話 都是很沒有格局的一個總統 他到底抱不抱走 其實蔡英文感受最深 當初就是抱走 所以才出來挑戰蔡英文 我們來問一下盛鋒哥 是啊 心理學長講得很清楚 自卑跟自大是一體兩面 常常會展現自大的人 內心有極大的自卑 其實像昨天面對這些將官的場面 真的稍微有一點能力的人 一下子就可以擺平了 是嗎 真的 這個怎麼 今天的情勢怎麼是 跟以往的接待方式是不一樣的 這不是也是一句話嗎 還有呢 再幾個歷史 這個市會長 市會長也是兩光 你市會長跟著進去 一看到這種場面 就不用開會 所以他這樣 總統歷領前提司令 那不就解決了嗎 這等等 所以我不要看這個小事 這小事告訴我們幾個大事 第一個 就是從960我們開始 總統明顯以來 到現在為止 氣勢最差的就是他 比陳水扁兩顆子彈上去的時候 的氣勢還來得差 那個差到什麼程度 我今天就用各位來講 一個政治裡面的 政府的執政團隊 現在執政團隊出現什麼情況 就是政務聲望不足 執政能力不行 什麼叫政治聲望不足 這剛剛我們上節目前 我還稍微的跟朋友們 大家挑戰了一下說 我們的財政部長叫什麼名字 我不好意思 挑戰大家可能量不出來 我們重要的幾個部會的首長 你是到路邊去問問看一下 大家真的覺得你們這些名字 是路人假路人蟻 那這告訴我們什麼事情 決定我們命運的整個執政團隊 跟整個的社會是偷竭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感覺的 那你想想看 人民跟你之間怎麼會有連結 再過來看看 行政能力那是一塌糊塗 舉個例子 大法官的任命有問題 是找行政找立法院長嗎 是找黨團 立法院長有票嗎 是在黨團的溝通 立法院長找立法院長 這個就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找立法院長說 是不是您來請三個黨團 安排一下我們來訪問 那也是通 怎麼去找行政 找立法院長 一塌糊塗 政治聲望不足 施政能力不夠 最後只能靠白譜來夠日子 所以包括我們的海外 也是白譜 台灣去收人家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是 什麼 邪惡仇心 講給誰聽 這是大內仙而已 錢是誰 誰鳥你 只是自己真的 自卑跟自大 是同樣的孫生兄弟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回來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長者是寶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